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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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起来就是那个味儿 就是我们那边的味儿 今天我是来吃涮羊肉的 这个酱呢就要和两勺这个涮羊肉的汤 才叫正宗 基本上我们那边吃涮羊肉就是这样子 它这手机羊肉有一点肥 它这中间是真的有碳的 所以就非常的耐心 好烫呀 要不然我想这么给你们拍一个 这个羊肉的上味儿刚刚好 首先羊肉做就日来还是 建议点一份儿的 这你们如果吃不惯呀 我也理解 反正就是我们家那边的味儿 香菜 麻酱里面是必备的 没有香菜就整个酱就没有零 不然吃香菜就估计要 估计要郁闷死 真的他们家生活只来吃涮羊肉 我们的涮羊肉就是在天津的话 涮羊肉就是有了 只有那么几种 但是我们那边会吃水爆肚 还有烧饼 我吃一口从锅吃肉才来不烧饼 这边好像有烧饼 叫麻酱烧饼 现在我要不要点一个羊 这个手切羊